大家好,我是Mike Leung 又到了這個航拍心得分享的時間 這次是第四集 對比上一次就是六月底播放第三集 都有整個月 這次的分享是如何拍好一條Hyperlapse 很多朋友都說 我只是拍照,不打算拍片 而且我控制相機都不太順暢 就不想拍片 就算是這類朋友 我都建議你們拍一些Hyperlapse 而之前我都教過一些朋友拍Hyperlapse 他們拍出來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拍到的作品都很滿意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在器材方面 設定方面和拍攝方面 有什麼要注意 首先在器材方面 大家選擇有內置Hyperlapse的航拍機 例如Mavic 2 Pro、Zoom、Mavic Air 2 有些人可能說 其實我用Mavic Mini都可以 以下風光的你弄著控制光 向前飛 讓它在背後拍拍拍拍拍拍拍的 我自己有試過 而不是太理想的效果 為甚麼呢 因為始終你是飛的時候 是否可以先保證到是飛直線 還有你速度是否先是否先 行定,才不會坐車 還有拍的那個 就是間隔的效果 是否真的做到的行定 而不是一時快一些 一時慢一些這樣 所以最好是用一個有內置Hyperlapse 拍攝的航拍機 另外還有什麼需要呢? 就是你需要一套ND鏡或者NDPL鏡 NDPL和ND鏡有什麼分別呢? NDPL本身是減光鏡 再加上雷片震光 即是Polarizer Nits有出兩種 ND和NDPL這就是NDPL 另外還有一種普通的ND 或者叫IRND 還有IRR功能 我之前買的這套 它有一塊減光害filter 這個就不說了 主要是拍一些燈光、夜光才會用 這個NitsPL很棒 你普通的Polarizer 就是它類了一些偏震光 NitsPL拍風景特別漂亮 它的顏色特別搶眼 而剩下這五塊 就是NitsPL 就是NitsPL 由四到六十四 就是有五級的 有五塊在這裡 另外還有一塊 GND就沒有用 這塊東西 其實你玩相機 朋友都知道了 其實GND這塊東西 就是你要領上領下 你要遷就那條 中間的漸變線 但是你搏到航拍機前面的鏡頭之後 根本就不能這樣領上領下 根本很難遷就的 所以這塊東西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這塊東西 那我自己就 prefer這個Nits的牌子 其實我跟它沒有合作的關係 這個不是廣告來的 但是我之前就用過這個PGI Tag 也都用過Nits 也都用過一些雜物 那so far來講 Nits都很滿意 還有本身Nits這個牌子 是出開相機的filter 那我就對它有心心一點 好了 那究竟用什麼filter 那有些朋友去拍照 都會問問那些師兄 其實我用什麼 講完快門 用什麼filter 其實沒有標準答案 就看看你當時的環境光度 例如說 你要飛上去 例如說你還未加Nits 鏡頭之前 快門是六十分一秒的 然後你就 因為其實 我會講為什麼 其實如果你拍Hiperlapse 最好就是把快門降到四分一秒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六十分一 減一級 就三十分一 再減十五分一 再減百分一 再減十四分一 即是說 減了四級 就是NT16 那就可以得出回 這個快門是四分一秒的 那當然 這個是其中一個計法 亦都可以有其他方法去做的 那例如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其實我用什麼 我教光圈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 會講的 那為什麼呢 設定了 我跳了這個步驟 那為什麼 不要就這樣教光圈呢 因為你的光圈呢 小於5.6的話 畫質會下降的 其實你的鏡頭 如果是Full Frame的話 其實你差不多去到11 或者以下 才會畫質下降 如果APS-C鏡頭 就可能是8以下 但是這麼小的鏡頭呢 其實你那個光圈 收到5.6的話 都會下降 我講的是Mathic 2 Pro 如果Mathic 2 Zoom Mathic 2 Pro 當然 講到這裏呢 先看一段影片 好 那這段呢 就是之前 去幾個不同的地方拍了 那叫做東航岸風景線 那包括這裏呢 橋墜島 看到這段Hyperlapse 其實它的角度 是不停地變的 看到嗎 就是它不只是一個角度 和一個高低 那這個呢 就是奧西州 那你見到那些船呢 有些拖尾就會比較漂亮的 你看 那你見到這裏是西霸 上面有些雲霧 物人物部的雲霧 那這個不是Hyperlapse 就不說了 好 那跳回來這裏吧 好 那就 講回 其實剛才那些影片 基本上那個間隔 都是 2秒 其實呢 如果你用Mathic Air 2的話 千萬不要用8K 6秒間隔 那個設定 因為如果你用那個設定的話 那就變成 其實它 兩張相片之間 隔得太開 變成 那條影片會很窄的 就算你飛得幾個萬都好 因為你隔得太遠了 就是兩張相片之間 因為你知道呢 Hyperlapse 其實是把很多相片隔在一起的 那你譬如說 30張相片就是為止1秒 那你背後呢 原來呢 就30乘6至180秒 才拍到1秒的東西呢 那其實很可能呢 那條影片會不會太順 那最短的價格 通常都是去到2秒 暫時來說 都去不到1秒 即是現在的機種 那最慢速度呢 就看看你調到幾萬 可以這麼慢 有這麼慢 那通常就是 一meter per second 或者以下 就是3.6km per hour 或者以下 那至於這個呢 即是手動曝光 和自動曝光呢 那怎樣抉擇呢 那我自己呢 就選擇這個手動曝光的 那如果自動曝光的話呢 那有時呢 其實呢 它會 即是跳的 那有時是 時光時暗的 那手動曝光都會 因為手動曝光 有時呢 譬如說你拍的時候 它突然間有些雲 走過來的時候呢 可能會突然暗一暗的 那例如 例如說 可以去回剛才的影片那裡 那去回 這裏吧 不如 看不見到 這裏片呢 看不見有少許閃的 中間 看不見有閃的 因為那些雲呢 其實那些雲呢 令到環境暗了呢 所以才閃 這個就不關那個呢 就是那個 自動曝光 手動曝光的問題的 本身我用了這個手動曝光的 那 那 光圈就不要太細了 就是說 即是太細的話呢 其實就畫質會下降的 那 如果你是 修的話 最好就是用F4來做標準 那你就靈活一點了 即是說 你最小可以 小一級 就去到5.6 如果你想大一點 就去到2.8 那樣 用這個來做標準 來量度回你那個 本身的光度先 然後就配個 ND filter 進去 你飛上天之後呢 就先再微調回光圈 這樣就會有一級的上下走斬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那個最佳快門 就是用四分一秒 來做這個拖尾感 這個拖尾感很重要的 那我拿另一段片給大家看 例如說 這段片 那你見到呢 這段還ok的 第一段 那些車你見到呢 其實都 有少少拖尾 但是拖得不太厲害 因為它的快門也是比較快 是20分一秒的 那這段就不行了 看到嗎 看到那些車好像跳膝一樣 塞拿一樣 從一個位置跳跳跳跳跳這樣 是不是 就沒有拖尾感 因為它的快門不夠慢 20分一秒 而那些車動得很快 好了再下了 那這段就好些了 這段快門呢 其實呢 五分一秒 你看到呢 那些貨車呢 有少少拖尾的 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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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段呢 就要說 保留RAW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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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講三個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背後呢 機身跟你砌一條片 只有1080p 那你都想要一條4K片 是不是 還有現在的螢幕 電視 基本上都是4K 那你播一條1080p 出去的話 其實是雙眼的 大哥 所以大家 可以有機會砌到4K 的話 就砌一條4K片 其次呢 RAW的寬容度 比JPAD高 JPAD本身是8bit 那你如果是就這樣砌 如果你再推下去的話 有機會 是會推爆 即是推爆 推爆JPAD 那砌出來的那條片 就不漂亮了 那如果是RAW檔的話 就背後可以做小後製 摺一下它 推下去 推完之後呢 才再砌一條片的話 都還很帥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比如說這個 那你見到呢 就是雲彩的色 如果你就這樣拍的話 應該出不到這麼漂亮的 你的後製呢 推一點點 那當然不要推太誇張 推太假的話 人家一看就知道它是假的話 又不行 大家見到這顏色呢 即是日出的顏色是出到的 你如果就這樣拍的話 它出的顏色是差很遠 一定沒有這麼漂亮 對 拉綠光上去 好 還有另外一個項目 就是剛才看到呢 它很自然地綠光上去 那其實中間呢 是不用調整那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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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手動M-O的話 都不用調整那個 即是快門的指揮光圈 即是 它會自己慢慢光上去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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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著呢 就說回拍攝了 拍攝呢 其實有四個Mode 有個Mode 就不用說 就叫Free Mode FRE那個Free 那個是自由給你去搓的 那通常呢 你自己搓的話呢 就會是 紮紮一下 就是Hyperlapse 拍出來是不理想的 那所以就不要選那個Free Mode 那你可以選擇的呢 就是 只有這個Waypoint Course Lock 和Circle 那Circle呢 如果是初學者的話呢 可能會選這個 因為呢 其實最容易掌握 這個 找到一個興趣點在中間 你就圍著它來轉 但是呢 因為它變化比較小 所以你 其實你轉一個圈 拍一個圈的Hyperlapse 已經很悶了 那拼出來的片 就不是 即是 未必是這麼理想 例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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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不是這個 Sorry 例如說這個 你看到呢 它圍著這個 即是梁德塔在轉 其實你不會拿太多 拿幾秒 你就會轉畫面 你不會讓它轉一個圈 給觀眾看 因為實際太悶了 但你可以把這條片 即是 剪成幾份 即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 這部分的片 其實和剛才的部分 是同一條片來的 但是你是分幾段來的 你就不要一次過出光 這樣的話 即是觀眾就沒有那麼留意到你是 就是同一條片 就沒有那麼悶了 好了 接著呢 就講這個Cost Lock Cost Lock 就是說 你的機器的面向和走向可以不同 例如說 譬如說 你的機器呢 就向著這樣斜 這樣走 但是呢 其實它的面子就向著這邊 那也可以選擇這個興趣點 就是令到你的面子 即是不停地向著這個興趣點來動 這樣就這樣講就講不到 我給你一條片看 其實呢 就是這條片了 從這裡開始 其實這段是Cost Lock 它那個興趣點呢 就是看著這個塔 所以你看到呢 它呢 一直走的時候呢 它那個鏡頭呢 一直這樣去 即是 就回 就回面向 是向著它的 但是這段片呢 就拍得不是那麼理想 就是呢 是做漏了一個防震 所以你看到呢 其實有些震的 有些震的 其實要做一個防震 就不要爛了 好了 接著呢 就講這個 Waypoint Waypoint 其實呢 變化是很大的 那本身呢 Waypoint 意思就是說 可以選五個不同的點 最多五個而已 那五個點呢 就是呢 你由一個位置 飛的第三個位置 第四個位置 第五個位置 然後呢 你喜歡怎樣飛都可以 還有呢 不止那個 就是不止那個路徑 還有你的高度 都可以變的 那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呢 你條件許可的話呢 就應該是不斷變化的高度的 但是呢 有些地方就不行了 例如剛才呢 就拍那個 就是貨櫃碼頭這樣 因為始終呢 就是 離開那些貨櫃 要高過五十米 如果你太近的話呢 就不安全的 你起碼是高過五十米 所以你的高度點 也有八十米左右 所以你其實呢 變化的高度 那個空間是很小的 但是什麼時候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例如呢 就好像這條片這樣 對了 好 你看到呢 它呢 不停在那邊轉 轉得來呢 它繼續慢慢跳 然後機器呢 就慢慢降落 你見到 降低了 其實不止這段的 另外呢 還有兩段的應該 還有兩段的應該 比如這段呢 一路這樣慢慢降落 這裡沒有關係 那 就是 最重要呢 就是說 你如果是條件許可的話呢 要不斷地變化高度 這個機身面向和鏡頭的挑角 這個變化才夠大 看多一次啊 剛才那段 看回那段吧 你看到呢 它呢 就慢慢地轉 機身 鏡頭 高度 都不停地變 是不是 這樣的話呢 這條一把Labs 就會搶眼一點的 還有呢 如果你用Circle 或者Code Lock的話呢 你途中呢 可以增加這個拍攝的時間 就是張數了 就是可以加一秒 拍多25張 加一秒 就是再拍多25張 這樣的 Code Lock呢 Circle就可以這樣變 但是Way Point呢 就不可以了 因為Way Point本身呢 就是看你的起點 和最後的終點 而決定你拍攝的時間 是中途是不能再加個拍攝時間 和張數的了 那最重要就是 拍攝途中呢 就不要調整曝光 因為你調整曝光的話 突然畫面呢 光光 或者突然暗了 這樣的話呢 其實都不理想的 雖然說你可以用個 叫做LR Timelapse的軟件 去調整 但是如果你是可以 前置的時候呢 就是你拍攝的時候呢 是可以做好些settings 不要搞亂它的話呢 基本上你是不用 搞這麼多厚制的 好 那今次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那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希望大家比較like我 share 留言 讚好 就是所謂CLS 就是comment like and share 不是貼什麼 那今次小弟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